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的8月7号星期日 新闻下播 咱看看都有什么信息 首先匈牙利总理欧尔班来了美国 然后不去白宫见现任总统拜登 他先去拜见了前总统川普 现在见川普 然后又去德州参加了C派保守派的大会 还发表了一个演讲 讲就是说一些什么基督教 他是信基督的 还有就是说他呼吁必须要抵制左派 摧毁白人传统文化来毁灭这种道德信仰 就觉得现在自由派太疯狂了 奥尔班说西方正陷入文明的冲突 说自己作为一个基督教的政治人物 不是种族主义者 他说那些认为他是种族主义者 或者是反犹太主义者的人 都是白痴 但是他反正这个哥们有点太保守了 以前我也说过 其实我是不支持民主党 但是其实我也不支持共和党 共党的保守派我也不喜欢 我以前说过很多次 我说我仅仅的就只是支持川普而已 其实我到现在也是 就是说我因为搬家都要重新注册选民 我几次注册选民 我来了拉斯维加斯的时候 他们就让我这个注册选民 我当时就很犹豫 然后这一次呢 我搬家要重新的在这个注册选民 我最终呢都还是选择的呢 就是这个五党派 我没有选择任何的这个政党 我对两个政党我都不是很满意 他出生的问题了吗 我还没看他 我还没看他就那个声音不好 来了之后反正声音是差点 声音差点 这个是回音太大 我自己也能听得到 回音很大 我们想尽了一切办法 我在这围了很多的这个布什么的 但是还是不觉得问题 他太空旷了 这个防径太高啊 这个 还有一个方法 就是我要搭一帐篷 从这儿搭一帐篷 但是太难看了 然后也找不着那种室内的这种帐篷 好像都是那种室外的 回来我再想办法吧 再想办法 好吧 然后要不就贴东西 以前我们家你看都不贴的乱七八糟的吗 都是拿来 就是为了把那墙子贴的就不平 让他能够吸音 其实按理说 他这个墙图的时候 他已经图的是这种 就是崎岖不平的 就是为了让他这个 接上回音 但是还是不行 回音太大 我怎么知道 接着说 接着说 这个奥尔班讲话的时候 他说 我都已经可以意见到 明天的头条新闻了 说 这个来自欧洲的极右翼的种族主义者 反犹太主义的这种强人 普京的特洛伊木瓦 说他是这个亲普京的 在保守派的会议上的发表演讲 就说的是他 他讲话中 就批评了美国前总统的奥巴马 金融大亨的索罗斯 和其他所有的这种全球主义者 其实他们 他们不仅仅是全球主义 他们搞了有点社会主义 当然没有批评的现任总统拜登 因为不想闹得太僵 因为他是现任的匈牙利的总理 然后拜登是现任总统 如果批评现任就闹得有点僵 但是说实在 其实骂奥巴马不跟骂拜登差不多 因为拜登基本上 他延续了奥巴马的政策 而且他当了八年的奥巴马的 副首奥巴马的副总统 其实很多政策 还有他用了很多的这些幕僚 他的阁源 很多都从奥巴马那个时期 就是继承过来的 所以 其实骂奥巴马就跟骂他差不多太多 然后欧尔班于四月份 他成为了连续了他的第四个任期 他已经第四次连任匈牙利的总理了 在匈牙利他还是比奥受欢迎的 他应该从2000年就开始执政了 到执政到现在 他重申说匈牙利应该远离乌克兰战争 他实际是不支持乌克兰 为什么说他是 说他是普京的特勒伊木马 说是亲普京的 就在这了 但是欧尔班当然现在他也面临着 他不是从2000年 他是从2010年开始执政 他面临着自2010年执政以来 最严峻的挑战 是匈牙利目前的通货膨胀率 来到两位数 由于与欧盟就民主标准存在争议 那么欧盟给匈牙利的资金 也一直迟迟不给拨付 就是希望欧尔班能够垮台 希望匈牙利出现经济危机 让欧尔班能够垮台 欧盟不喜欢他 虽然他是欧洲的成员国之一 他也是北约国家 但是他跟欧洲尿不到一个湖里去 他在美国还相对的比较受欢迎 在美国保守派里边比较受欢迎 但是在美国的自由派里边 他就认为这哥们是个疯子 就不是说他什么种族主义者 差不多一个匈牙利的川普 有点这意思 当然提到这时候就说一下 目前来讲的经济危机闹得非常的严重 不光是匈牙利 你看斯里兰卡已经闹成一国洲了 然后一会后面我还有提到巴基斯坦 赞比亚都存在这个问题 全球各国都有这个问题 其实疫情初期的时候 我就说 当美国开始增发货币的时候 实际上就通过这种途径来洗劫全球 其实全世界 美国开始增发货币 然后走到最后再一收紧 就会一放一松之间 就会把自己的这种经济问题 就是说让全球的其他国家 一起来承担 所以现在由于美国刚开始是滥发 它滥发的时候 大家都会得到点好处 等到一收紧的时候 有很多小国家可能就有点承受不住了 现在就因为美国在收紧 匈牙利就有点快撑不住了 斯里丹卡是第一个完蛋的 然后欧尔班7月23号 在罗马尼亚发表了一次演讲当中 他表示 他说目前来讲 欧洲对俄罗斯的惩罚性的制裁 根本就没有奏效 欧盟需要针对乌克兰战争 制定一个新的战略 将重点放在和平谈判 和起草一份好的和平的提案 而不是还放想着要赢得这场战争了 因为已经不可能了 对吧 但是现在这场战争已经成了一种宗教仪式了 你不能说这场战争赢不了 要说赢不了的话 你就是亲普京的亲俄罗斯的 欧尔班表示 说匈牙利不支持欧盟对俄罗斯天然气进口的禁运或者限制 因为这将严重伤害到 就是说依赖俄罗斯天然气进口的匈牙利的经济 所以他没办法让我们匈牙利 就是这样 我们有我们的现实情况 欧尔班的演讲中表示 说西方对乌克兰的这种战略 就现在目前支持乌克兰这种战略 建立在四大支柱之上 这四个支柱要是垮台了 就垮台了 那四个支柱是什么 第一 就是乌克兰可以利用美国和北约给乌克兰的武器 赢夺对俄罗斯的战争 他首先这第一条就站不住脚 第二制裁俄罗斯的措施 将削弱俄罗斯 并且动摇普京的领导地位 这第二条也没戏 首先来讲 就是说你制裁他半天 现在俄罗斯看着还挺好 看你快不行了 还有一点就是说 普京他代表的是俄罗斯人民的一种需求 一种向往 即使普京下去了 俄罗斯人民还会再长一个类似于普京的人 所以我经常都说 政府是人民整体素质的一个体现 人民有他的这种要求 所以你没办法 所以人民的素质不提高 政府的素质很难提高 明白我意思吧 我经常举过 就举过很多次 老公不行 老公没工作 耗在家里天天打游戏 你想要找一个什么 赢取白富美的 那不现实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人民和政府也是在这儿 对吧 普京他现在其实代表的是 俄罗斯人的整体的一个应用诉求 第三个呢 就是说 就是欧洲呢 制裁俄罗斯 对俄罗斯的损害呢 是大于对欧洲的损害 这现在看来也不现实 现在看来说不好 就最起码损害应该是一样的 就是说伤敌800自损800 或者甚至有可能伤敌800自损1000 现在欧盟的损失看起来比俄罗斯还要大 对吧 然后第四个就是世界将联合起来呢 支持欧洲一起来制裁的俄罗斯 现在看起来根本就不可能 对吧 沙特不支持 沙特在偷偷的跟俄罗斯 不是偷偷的公开了 跟俄罗斯买石油 印度呢 不要脸 印度就找了 印度买了30多倍的石油 在帮俄罗斯在倒卖石油 沙特也在倒卖 实际上也倒卖 土耳其也在跟俄罗斯做生意 中国就跟没提了 对吧 中国现在跟俄罗斯简直是被靠背 对吧 昨天我还讲到了 就是说习近平能够在台湾搞这么大规模的军演 然后美国也不敢坑气 主要还是因为 俄罗斯在乌克兰那正打着呢 美国实在是不方便在台海 再跟中国去擦枪走火 对吧 最近实际上就是说 狐家虎卫利用了普京在背后 在欧洲那上打仗的情况 导致美国也不敢在亚太逼得太凶 对吧 所以你看这四大支柱 有一个能靠得住脚吗 就没有一个能站得住 所以你这样搞下去的话 你整个他认为欧洲 还有美国对乌克兰这个战略 完完全全都是不成立的 就是说他说最后欧洲政府 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在崩溃 现在是欧洲在崩溃 能源价格飙升 制裁的战略呢 已经完完全全失败 他说我们坐在一辆的四个轮子 都已经爆胎的这个汽车里 你四个支柱全完蛋 对吧 显然以这种方式 根本没有办法赢得乌克兰战争 这是不可能的 对吧 乌克兰永远不会以这种方式赢得战争 很简单 因为俄罗斯军队 仍有着不对称的优势 俄罗斯到现在为止呢 没有真正的公开宣战 没有进入真正正态 到现在为止在乌克兰 还是一个特别军事行动 他都没有在全国发展 发表这个全国动员 所以你这么打下去 我不知道在搞什么 所以俄罗斯好像在等待冬天 给我的感觉 然后呢 欧尔班呼吁呢 俄罗斯和美国要举行谈判 以结束战争 他说只有俄罗斯和美国对话 才能结束战争 这是我一直以来也这么说的 老是逼习近平出来 约什么乌克兰总统和普京出来谈 这没有用 因为这场战争实际上是美国 北约在乌克兰跟俄罗斯打的 你们当时双方要出来谈 美国不出来谈 这谈判永远都没有意义 对吧 当事人不出来谈 你是参战方 你是交战方 你不出来谈 你让谁出来谈 对吧 你让乌克兰跟俄罗斯谈了半天 也是白谈 美国不来的话谈不了 所以这个来讲 不光我看到 老二班也是这种观点 其实我们都是这种观点 对吧 他说只有俄罗斯和美国对话 才能结束冲突 因为俄罗斯想要安全保障 而这只有美国才能够提供 对吧 就是说你不能再逼人家了 他还批评了美国领导人 在俄罗斯入侵之前 无视俄罗斯的安全问题 他说你 因为你让俄罗斯感到不安了 俄罗斯发生这场战争 如果你让俄罗斯感觉到安全的话 就没有这场战争 那这场战争为什么发生呢 就是因为美国领导人导致的 欧尔班表示 如果现在美国 美国总统还是川普的话 而德国的总理还是默克尔的话 如果这两个人还在当美国和德国的一把的话 那这场战争永远不会发生 这个是事实 如果美国是川普当中 那川普早一月份过去跟普京就和谈去了 默克尔也就去谈了 默克尔和 如果当时默克尔也在 默克尔和川普跟普京在欧洲谈一下 其实这问题就解决 这场战争就可以避免了 战争永远都不会发生 这都是大实话 真的是大实话 反反复不说 我们都在说 实际上我觉得 真的聪明的人 说的东西都是一样的 笨的人各有各种的笨法 你会发现 其实我们基本上说的 就差不多这个意思 他表示 他还说 说欧洲联盟对俄罗斯的制裁 现在看起来 简直就是在射自己的肺 他用自己的肺设计 他说 我起初以为 欧洲对俄罗斯的制裁 只是在射自己的脚 朝自己的脚上开枪 觉得还能接受 摇摇摇能挺过去 但是现在发现 欧洲的经济 已经不是在射脚了 现在欧洲的经济 简直就在射自己的肺了 就是说 We can't breathe 对此我们简直无法呼气 我们正在大口的喘气 在捣气 我们就快不行了 到现在 还有一些欧洲国家 还在致力于制裁欧洲的政策 他说这都是疯了 他说 欧美现在必须要承认 这是一场错误 这并没有实现目的 甚至造成了反效果 现在要赶快想办 是解决的问题 川普原先认为 这场战争能够帮助他的中心权 也现在看起来 不但没有帮助 还有损害 在认证初期 他提升的那一点点 可怜的支持度 现在已经荡然无存了 对不对 现在这场战争 偷到现在 让人感觉 他是想通过这场战争 就是说迅速经济制裁 打垮了俄罗斯 对不对 之前让俄罗斯崩溃 结果发现俄罗斯没崩溃 欧洲快崩溃了 美国也快崩溃了 对吧 最后没有显示出他的强势来 反正显示出他的无能来了 他的整个局势 出现了严重的误判 好吧 这是欧尔班 匈牙利总理欧尔班说的 我们再来看看 刚刚我也提到了 就是说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 我说这帮孙子们 不但不制裁 还玩命的跟俄罗斯 在那搞生意 最扯淡的 是土耳其总统 我就说 如果是埃尔多安这个人 如果在乌克兰当总统的话 乌克兰不会当成这样 乌克兰现在是左右逢源 这边吃俄罗斯 那边吃着美国 埃尔多安就能做到 在土耳其 埃尔多安就这样 这多滑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这真的老牌政客 这真的是政治家出身 不是演员能理解 埃尔多安玩了这套活 我跟你说 埃尔多安星期五 前天到了俄罗斯度假胜地索契 拜访了俄罗斯总统的普京 旧能源和经济领域 与俄罗斯加强合作 达成一致 普京感谢埃尔多安 还感谢他 你看 普京感谢埃尔多安 与联合国的参与 促成了乌克兰的粮食 得以从黑海的港口 对外运输 实际上不是感谢这个 他不光是运出了乌克兰的粮食 也运出了俄罗斯的粮食 这是双方谈妥的 就是说什么 就是说我们签两份协议 一份我们同意 让乌克兰的粮食运出去 另外一份协议的同意 俄罗斯的粮食也运出去 他实际上感谢 他不是说让他把乌克兰的粮食运出去 实际上感谢他是把俄罗斯的粮食运出去 当然了 都运出去也好 因为非盟那边就很着急 非盟那边快没粮食吃了 非盟也在跟普京谈 就是说真的没粮食了 普京实际上也在帮非洲的小兄弟们想办法 非洲小兄弟们也是非常的高兴 感谢普京大哥 快饿死了 终于粮食送过来了 普京和埃尔多安原定对话45分钟 但是实际上持续了四个多小时 相谈甚欢 聊得可开心了 普京和埃尔多安达成了各种双门合作 在经济领域的主要涵盖什么运输 商业 农业 工业 旅游业和建筑业 那俄罗斯方面说呢 双方的协议几乎囊括了所有的行业 全面的经济合作 俄罗斯和土耳其之间的经贸关系呢 在飞跃的发展 贸易额啊 在2021年去年的时候 俄罗斯和土耳其的贸易额增长了57% 涨了一半啊 这够扯淡了吧 告诉你啊 今年2022年头五个月 一到五月份啊 那边在打着仗啊 土耳其大发战争财啊 双方的所有的经贸关系啊 2017的基础上今年的头五个月 已经取得了百分之百的增长 翻了一倍 你算一算啊 2021年增长了57% 今年头五个月涨了百分之百 你说是涨了多少 一个个要脸吗 对不对 大发战争财 真的是 土耳其这次真的是赢麻了 这话就我不爱说 但是你看看土耳其 他就是啊 他这 印度也不要脸 连沙特啊 全世界最大的产油国 然后去跟俄罗斯买石油 你说这帮人要脸吗 对不对 而且你要想啊 头五个月就翻了一番 那后面这七个月呢 对不对 这今年看着意思要翻两倍啊 这么搞一下啊 然后呢 而且土耳其啊 自始至终 从来没有加入过西方 对俄罗斯的制裁 没有 从来没有 一天都没制裁过啊 不仅不制裁俄罗斯 而且还成为了欧洲产品 进入俄罗斯的中展国啊 这个欧洲媒体呢 把土耳其形容为俄罗斯的仓库 觉得这个整个就在俄罗斯帮忙了啊 这个大后方啊 这真的前面这个韩信在打仗 后面萧和呢 在这个地枪啊 嗯 埃尔多安啊 在最近三个星期之内 已经两次会晤普京了啊 你说你 你说这玩的这是啥 对不对 哎 要不为什么刚刚匈牙利总理欧尔巴也说出 你这样搞下去 它不是个事 你不是这么个搞法 对不对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说你没办法给中国施压 这不是让中国跟欧洲斯停止 经济往来 最起码你能够管管土耳其吧 对不对 土耳其这个又是 又算这个欧盟成员国 又是这个北约 对不对 你说他全都站着 对对 匈牙利也是 这都是这些小小兄弟们全都管不了 对不对 然后印度呢 印度你们不是什么四方联盟吗 是吧 北日印澳四方联盟 是吧 夸他 夸他 是不是 你们这个这么好 那么好 对不对 所以说就别在那个 别说人家闺女了 说人家闺女 你看人家闺女 不检点 穿的那么少就出去 你老婆在外面偷人呢 兄弟 别看人家闺女了 回家看你老婆吧 你知道吗 你印度土耳其 这都管不了 对不对 匈牙利 你看有一个听你的嘛 哪个都管不了 对不对 你还 看人家闺女 别看人家闺女 你看人家闺女了 是吧 对不对 真的是在找乐 然后呢 这个 大家看德国啊 德国总理舒尔茨啊 指责俄罗斯阻挠一军的 这个涡轮机的交付作业啊 说这个俄罗斯 不要这个涡轮机 这个就搞笑了 你知道怎么回事吗 但是这样啊 这个涡轮机呢 是维持北溪一号天然气管道呢 输往欧洲 那么这个呢 他是据说呢 就需要呢 这个涡轮机才能够让那个北溪一号呢 就是正常的这个运转 现在北溪一号现在只剩下原先两成的这种输气量了啊 那舒尔茨呢 去了这个涡轮机制造厂商的西门子能源公司 然后呢 他就站在这具涡轮机的旁边 就往这一站就指着机器啊 就说你看见了吗 我就在这了 这个机器就没问题啊 它可以始终 而且完全的运转正常啊 舒尔茨说说没有任何理由不能实现交付 为什么不能运到俄罗斯 你运到俄罗斯 你就可以给北溪一号你就装上 然后你就可以多多运天然气了啊 现在呢 偏要说呢 这个呢 运不过来 这怎么回事呢 这个涡轮机啊 当初就是的确是坏了 事实是坏了 没有问题 坏了之后呢 这个西门子他们修不了 修不了 你知道怎么知道吗 把这个机器运到加拿大去修 加拿大修的时候呢 那时候正好不打仗了嘛 然后加拿大呢 就以这个制裁俄罗斯为理由 把这个涡轮机呢 就给扣押了 扣押就不还给这个俄罗斯 俄罗斯一看 那旧坡就下了 你不不还给我 那北溪一号运不了气了 那开始减 减涨到四成 最近呢接下来到两成了 你剩20%了 然后呢 欧洲就急了嘛 欧洲就派人了 去加拿大 跟加拿大的这个特朗多谈 说你不能这么搞 你这是制裁俄罗斯吗 你制裁我们 你们要了亲命了 你知道吗 你会制裁 不会制裁 对不对 我们的制裁都是喊喊口号 你不能够真下手啊 对不对 不能真的朝天然气 石油这种东西下手啊 对不对 我们都在偷着买 对不对 你哪要这么搞 你这么搞完之后 本来他都不想外国了 对不对 你这么搞完之后 彻底涼涼了嘛 然后呢 欧洲呢 去跟特朗多谈完之后呢 特朗多呢 没说话 但是偷着呢 就把这个乌尔基呢 就还给这个德国了 没有给俄罗斯 还给德国了 德国呢 就拿到这个西门子这儿 西门子拿回来之后呢 那时候那就交付吧 因为加拿大已经说要制裁了 如果加拿大直接给俄罗斯 他多丢人呢 所以加拿大不能给俄罗斯 加拿大给了德国 给了德国之后 现在在德国这儿 那德国拿回来之后 赶快就要给这个普京大爷送回去 普京说我要 你先别着急 你不要制裁我嘛 对不对 你怎么回事 你给我这东西 你不制裁了 对不对 那不要 舒尔斯说 你这没有任何理由 不能实现交付 说这根乌伦基 已经取得了 从德国出口 到俄罗斯所惜的 所有的官方文件批准 对不对 我就是德国总理 对不对 我说了批准就批准了 对不对 都没问题 手续我们都做好了 为什么不能够拿走 舒尔斯说 说俄罗斯的管线运营商 只需表明 他们想要这种沃勒机 并且提供 运到俄罗斯所需的 海关的这种文件就可以 你把文件给我 你不用运 我给你运过去 我给你运 好不好 把欠缺的装置 转往俄罗斯 他说真的 就是很容易 你为什么不要 对不对 我马上 你给我个文件 我马上给你送过去 你给我装上 你赶快给我 给我收签 对不对 说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 将通过 北溪一号 输送天然气工业的减好 他们说 主要就是这个 这个问题导致的 德国现在就说 完全就是一个政治考量 这个已经不存在 普京那边说 不是加拿大 想扣押的 对不对 不加拿大要制裁我 你现在怎么不制裁了 对吧 而舒尔茨还表示 为了弥补 俄罗斯造成的 这种能量短缺 要维持德国 剩余的核电站的运转 德国原定 到今年年底的12月31号 关闭所有的核电厂 德国现在还剩下 三座核电厂 现在决定的 就12月底的时候 先不关了 但是这个被骂 骂得很惨 德国现在绿党 联合执政 得到很多的选票 绿党在骂 所以舒尔茨 他联合政府内部 也存在了很多的争议 因为他是联合政府 你知道吗 他和绿党是联合执政的 绿党都在骂 所以现在还不知道怎么着 但是舒尔茨的意思 你说你们疯了吗 现在气运不上来 能源再没有 你再把这核电厂关了 那怎么着 咱们就要钻木区化 是不是 区块要疯了 是吧 所以你看目前这情况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欧洲还能挺多久 我还到今天 要够呛 好吧 然后再看 巴基斯坦也出现了经济危机 巴基斯坦现在要求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提供的紧急贷款 一方面要还的救债 另外一方面 还急需外汇 购买能源和粮食 美国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最大的股东 所以巴基斯坦 现在干脆就不跟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去谈了 直接向美国求救 说巴基斯坦的陆军参谋长 巴结瓦将军 在上星期五 与美国常务副国务卿 谢尔曼通了电话 巴结瓦将军呼吁白宫和美国财政部 推动国际基金组织 立即提供巴基斯坦12亿美元的紧急贷款 这个怎么回事 巴基斯坦一般来讲 不是中国的巴铁 为什么巴基斯坦向美国求助 是这样 之前他前总理伊姆兰汉的时期 跟中国关系不错 跟美国的关系不好 其实伊姆兰汉一上任的时候 我说伊姆兰汉应该迅速的转向美国 这时候就好了 但他不转向美国 最后等于是被推翻了 被赶下台了 伊姆兰汉最后被轰下台 但是伊姆兰汉说 他被轰下台 就因为是美国的背后做到手脚 所以巴基斯坦 在伊姆兰汉下台了之后 伊姆兰汉时期 跟美国关系搞得非常有能走高 伊姆兰汉下起之后 巴基斯坦和美国的关系 在迅速的回暖 新上台的谢尔夫总理 开始调整美国的关系 靠拢美国开始疏远了中国 说实话 12亿美元对习近平来讲 其实不是个事 巴铁的小兄弟 其实要这点钱的话 习近平其实就可以给他们做 但是巴基斯坦 伊姆兰汉下起之后 他新上来的谢尔夫总理 实际上想要往美国那方面去靠拢 当美国靠拢 他有个问题 就是说 你说他没有得到美国的支持 有 但是美国对他的现实政权 还是不满意 就是说巴基斯坦 他没有明白一点 就是说美国 虽然对伊姆兰汉不满意 但是对你现在这种政权 他也不满意 美国满意的政权 你现在提供不了 你明白吗 对巴基斯坦探前不明的这一点 他认为只要转向美国之后 能够怎么着 但是咱们最后看 我相信 巴基斯坦还是非常有利用价值 对美国来说 因为离中国比较近 而且就是说 跟中国关系都比较好 又有很多东西 但是我就不知道 美方提出来的条件 巴基斯坦能不能接受 这有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 因为美国也是狮子大开口 但是反正当然了 巴基斯坦如果最后没办法转向中国的话 那么中国也会有条件 那最后就看巴基斯坦了 反正钱的就是这些钱 甭了你中国给我 还是你们又给我 那就看生活的条件 哪个条件我更好接受 是吧 但是不管怎么着呢 你也能看出来 刚刚我需要的匈牙利 包括你看德国 德国的经济都出问题了 对不对 德国好像上一次出现贸易逆差 还是九几年的时候 现在德国出现了贸易逆差 你就想想德国经济成什么样子了 对吧 巴基斯坦也成了这样子 然后我们再来看赞比亚 赞比亚的经济 现在也带出了危机 现在也处于债务危机 现在正在努力重组110亿美元的外债 说中国共持有赞比亚三分之一的债权 其中有它的外债三分之一都是中国的 现在中国一直在与赞比亚的借款人 在进行一对一的闭门谈判 华尔街日报报道说 说中国他认为中国官方的债权人 不会接受大幅度的去免除债务 所以从很多方面来说 他认为现在中国人在跟赞比亚人去谈 也不错 对美国来讲也是好处 他认为中国人现在正在帮我们所有人讨价还价 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deal 他说中国也不是赞比亚唯一的一个债权国 其他的债权国也在关注中国和赞比亚的谈判 如果中国和赞比亚能够达成一个债务从组的这么一个协议的话 其他国家可能就会去参考 当然 那种说 如果中国给的一个条件特别的对其他国家不好 中国就是说认赔了 帮助赞比亚了 你们其他债权国怎么办 他们认为不会 因为赞比亚也不是中国唯一的债务国 不光是他欠中国钱 还有其他人的 所以如果给予赞比亚太好的这种债务减免的优惠条件的话 其他债务国怎么办 以后有要求 所以中国也要把一眼水端平了 最后会谈一个双方都能满意的 这样其他的债权国也可以去参考 反正正我看看中国跟他怎么谈 但是反正突然你能看出来 巴基斯坦 赞比亚 斯里兰卡 匈牙利 德国 现在经济一团糟 整个世界都在一步一步的朝着经济危机的去发展 所以 川普经常说 一个不称职的人当美国总统的话 对全世界都是危险的 这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好吧 然后再说一个雷克萨斯的事 好吧 还有三分钟 我再说两句 得了 7月28号 雷克萨斯的LM撞上高速公路的中央护栏 是在中国大陆 很多人也是热心的赶快上去救人 但是雷克萨斯LM车门的锁死无法打开 最后使用钢筋撬开了主驾驶的门 然后击破副驾驶的玻璃 在全车最后焚毁前 雷克萨斯LM的双侧滑门和后备箱门均无法打开 一名女乘客陈某某被困在第二排 最后就被烧死了 没有救出来 前排的两个主驾和副驾两个 一个郭某某 一个朱某某 因为撬开门拉出来了 都是轻微伤 没有什么 撞的不算是很严重 虽然全车系统弹出来了 但是你看主驾和副驾都是轻微伤 都没有 连重伤都不算 对吧 那其实不是很严重 那主要就因为车门锁死了之后 打不开 到最后第二排那个人没能拖出来 拖不出来 这个是被烧死的 所以就号称的有史以来最贵的MPV MPV就是一种七人叫 就是大面包车 比一般的面包车再大点了 那种大面包车 大面 而且它这个版本 还是贵的版本 叫这LM的300H 是四座什么浴室版 官方售价的146.6万 破装之后 对于带有自动落索功能的车辆 破装之后 应该是车门落索功能自动解除 车打开了 前日的林志颖带他儿子装上车了之后 车门就自动打开了 所以就迅速把他的儿子就掏出来了 那你迅速就着火 对不对 要车就烧了 如果没掏出来 人就烧死了 对吧 所以林志颖跟他儿子就没事 最起码就是说 没有生病危险 对吧 那这个就是被烧死了 等于 视频中 这个LM的气囊弹出 撞击力度已经超过了雷克萨斯设定的临界标准 按理说雷克萨斯他有一个临界标准 超过那个临界值之后 车门就应该自动弹开了 但是没有 车门的姿势之中都紧闭锁死 所以这个里面就有一个问题了 当然 就是说对于撞到一定程度之后 车门自动解锁 这个不是一个强制性的规定 但是会减分是个减分项 但是不是一个强制项 所以但是以雷克萨斯来讲 这么贵的车应该有这个功能 好多长时间 1分15 1分15 我不知道还能不能讲完 那算了 再关了再腾红来一段吧 这也没压力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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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